这今儿没赌哈 还行 今天我看一文章 就说这个我觉得说挺对的 人家说这个男的在职场上 说跟对领导 就是特别幸福的这件事 然后我确实说挺对 我可不是说当上面拍的 说怎么着 非得当上面说 我真的觉得文章写挺对的 后来我还跟我们家人说 我说我跟老林真跟对了 这么多年 我说这个都不错 这方面我觉得我 心态摆得挺正的 我挺知读的 其实这方面 别跟那什么其他人 来你把我想得多 有人不说什么 老本人也 就是人们反正 人的每个人角度 格局什么的 都不在一样 反正 我也别瞎说 说的我跟挑事似的呀 怎么是谁说的 我不爱说着 其实但是我就有时候听的 那我现在也挺憋怒 我觉得其实 有事说开了就好 或者当面咱们有什么矛盾 是吧 你直接就都交流 你非得背后捅不捅不捅 这样不再好 我是因为我从小 我就怪他背后说别人 我就觉得听着难受 别别说了 我也说了我也不 你这是想说还是不想说 就是接渴呀 反正就是看怎么着 不想说啊 那就不听了 以后你要不想说的事 你别起头 要不我不认为你挑战 他说 但是您也别往心里去 您听完之后 好像 哎对了 您这车是花朵钱买的 这事跟这车有关系吗 您也别说了 我有信 哎呦 就是那天 说 跟那哪 就是咱那库房嘛 嗯 库房不是后来说 咱 说春节回来说 不是那规定说 都不能在里面抽烟吗 后来那天 不是他们跟里面抽烟来的吗 那天你不是进去看看吗 抽烟后里面 您不是说过他们来的吗 后来说的时候 您是不是放了 屁啊 后来他们就是说都闻见了吗 你跟那说 他们就闻见之后 就是 就说说 说你说你说 你说您肠子烂了 还说什么 还是说什么十二指肠 都都都溃烂了 怎么着 那个 春然的老婆 不是法医吗 后来说 他说闻见之后 都想给他老婆叫 他就给你咽咽 就说说 后来他们说 说你那个 说是您放这屁 什么电线屁 抽一溜 蛤蟆屁 抽一坑 糖账的屁 出溜出七 出溜出七 药账的屁 不等不等 不等不等 不是酒菜屁 C牙那么臭 窝卜屁 呼嘴那么臭 说你放这屁 都不是屁 勾着欠就是屎 他们就这么说 后来 后来我听着挺生气 看起来 然后就就背下来了 我都跟他说 那边我心里去 我觉得他们就说的 挺挺过分的 不应该怎么这么说 就万一这让您知道 也不太好 停这了吗 是什么 别的我都不说了 放屁勾欠这话 谁说